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他要写论文 因为他语言不是特别好 他就把有些材料从电脑上下载到他的那个一个小钥匙上回去研究慢慢的写 结果法国警方就把他抓起来了 说他是间谍 法国媒体当时报道说 然后抓住一个中国超级间谍 精通五门欧洲语言 家里有五台功能非常强大的电脑 实际上他连法语都说不清楚 五台强大的电脑是他自己一台 他的法国男朋友一台 然后他法国男朋友的父母有一台 床底下还有一台 那么这是一台假新闻 当时他被判刑了 首先报道这个事件的法新社有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新闻自由啊 好 下面言归正传 我就来讲讲这个新闻自由 很多人说你做一个记者 你到西方去做常驻记者做了二十多年 你应该对新闻自由有切身的体会啊 我说是 新闻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我们每一个做记者的人都在追求的一个方向 但是 问题就来了 当新闻自由 自由到连假新闻 错误的新闻都可以随意的捏造报道出来的时候 这个新闻自由还是真正的自由吗 我总是以为新闻自由要受到一个东西的约束 什么东西啊 事实啊 事实应该约束你的新闻自由 然而我在法国发现不是这样的 刚才说到的莉莉间谍案就是这么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案子 另外还有一个案子 法国有一家杂志叫国际杂志 非常著名 发行量也很大 有一次这家杂志 驻美国的记者发回了一个报道 专访奥巴马 当时奥巴马刚刚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能够采访到奥巴马的美国媒体都非常少 法国一家媒体能够采访到奥巴马 那是非常厉害 很快几个月以后他就成为了美国总统 然而奥巴马发表声明说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家杂志的采访 这篇奥巴马传法从A到Z完全是捏造出来 那么这家杂志 这个记者有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呢 没有 为什么 新闻自由啊 确实 就是后来我在法国跟法国的媒体专家们讨论的时候 他们也说 新闻自由确实有错误报道或者报道假新闻的自由 因为没有这个自由的话 新闻报道就不能说是自由的 当你这个新闻必须要符合事实的时候 你不就是不自由了吗 那么问题就是来了 我们要这样的新闻自由吗 法国民众认识中国主要就是通过媒体 六千七百万法国人不可能 人人都到中国来实地考察一下中国 问题就在于我发现 法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是 谎言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非常重要的部分 有的时候 你都会惊讶 这样的谎言有关中国的谎言 怎么会让人相信呢 比方说 说新疆那年镇压这个新疆的抗疫民众 说到了晚上九点灯一黑 枪声大起 问题就来了 新疆和北京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 晚上九点在新疆太阳还很高呢 灯都还没开呢 怎么可能灯一灭就枪声大起呢 像这样的谎言在法国媒体上经常出现 那么这种新闻自由 我觉得是要打一个硕大的问号 那么 有人又说了 那总归比你不自由好啊 你这个不能报 那个不能报 确实 但问题又来了 在法国真的是什么都能报吗 一方面 新闻自由 可以自由到 谎言也可以报道 虚假的捏造出来的信息也可以报道 但另一方面呢 有一条红线 越过这个红线的东西 却一个字都不能报道 这个红线叫什么 就叫做Politiquement Correct 政治正确主义 这个概念啊 来自于美国19世纪的司法机构 因为当时发现在法庭上讲话 律师也好 法官也好 如果他们不遵循一定的司法语言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在法律上造成一定的误解 所以当时就提出 在法庭发言 所有的语言必须政治正确 就是符合司法用语 符合司法的规则 但是这个概念很快就向社会上传播 传播到大众传媒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种禁忌 比方说 在西方 有些政治正确的东西 是绝对不能逾越的 比方说在法国 你不能否定 二次大战当中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屠杀 你要否定 这就是政治不正确的 那么这种 怎么形成呢 一个是通过法律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习惯 通过社会形成的某种共识 比方 在法国 有些话你是不能说的 比方说 涉及到中国政府 因为中国政府 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政府 中华文明又是一个无神论的文明 因此呢 你要是正面的肯定中国政府 那是政治上也是不太正确的 当然 由于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 近年来 醒悟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西方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说中国好依然是政治不正确的 很多人不理解 比方说 在西方 我的新闻既然自由的 我连奥巴马都可以批评 特朗普都可以批评 马克龙都可以批评 还有什么问题呢 非常简单 比方说 控制着你媒体的资本 你就不能批评 这是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 比如说黑人的问题 也是政治不正确的 我们知道 法国青少年犯罪非常严重 青少年犯罪的往往是两类人 一类是生活在郊区的黑人 另一类也是同样生活在郊区的阿拉伯裔的青年 但是这是政治不正确的 为什么 法国是一个所有人 所有种族都平等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如果说 监狱里关的多数都是黑人和阿拉伯人 那不是对黑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吗 所以不能说 法国有一个记者老这么说 所以老被批评 后来还遭到司法的严惩 于是法国媒体在报道阿拉伯人和黑人犯罪的时候呢 他就不敢用阿拉伯人和黑人 他用郊区青年 昨天两个郊区青年被捕了 读得懂法国媒体的人都知道 这个郊区青年指的就是阿拉伯裔和黑人裔的法国人 现在你明白了吧 新闻自由 你可以自由到假新闻 不实的新闻都可以报道 但是政治正确都让你是一个事实你都不敢说 你都不能说 因为政治不正确 这就是西方新闻今天的状况 这样一个新闻状况下 你想通过西方新闻来认识这个世界可能吗 所以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打一个问号 好 谢谢大家 中国人一开门 哎呀我们邻居 红的白的黄的黑的都有 在所有大国当中啊 中国的周边环境呢 应该讲是最差的 周边国家特别多 差异性特别大 规模大小不通 政治制度有差异 经济发展阶段有差异 文化有差异 甚至人种都有差异 大国运机 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都在这个地区发挥作用 挑战是非常多的 印巴 中印 南海 东海 朝鲜半岛 被认为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引爆点 特别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本人是研究大国外交的 特别是研究中美关系的 但是近年来 这个因为中美关系无处不在吧 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 所以我对周边也有一些兴趣 也做了一些研究 中国崛起呢 是个事实 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进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障碍 就像唐真取经 要经过9981难 总之呢 我们希望这实讲呢 给大家提供一种框架 这个框架呢 是有战略视角的 有历史视角的 通过对中国周边安全挑战的分析呢 我希望就是不仅有助于大家理解这些热点 而且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国际视野 有一种bird view 你把握了态势以后啊 我相信你对人生 对这个国家会更有信心 我是金蔡荣 欢迎大家来到观客堂